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泰迪叔叔 你是不喜欢他吗 没有啊 书上说孩子会对代替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人产生敌意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亲身父亲 哪有什么代不代替的问题啊 我妈小时候的确叫我叫他泰迪爸爸 不过你不觉得现在还这么叫太肉麻了吗 有点 我呀只不过是习惯性臭脸 就是毫无别意地问他要被留下来吃饭 谁知道就把他吓跑了呀 他也许也许是不想让你妈妈尴尬吧 打人们做事情好像想的都比较多 这个叔叔不太满意 这么大一个男人还怕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以后怎么保护我妈呀 让企划部五点钱买企划送来 另外赵叔叔四点半的会议取消的 都已经安排好了 您至关放心去和何小姐碰面吧 赵哥哥 赵哥哥 怎么不进来 怕你忙嘛 你以为跟爸爸吵架这种事情来找你 我也觉得很不懂 车都开到楼下了 那 沈队真的不是要该去找谁了吗 为什么会找这样 爸爸说 让我不仅要在公司挂职 还要真正工作起来 将来还要把公司交给我 沈哥哥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善于在商场拼搏的 我没有这个能力和野心 而且你知道啊 我就是一个 没什么太大追求的女孩子 以后找一个人 帮助她 依赖她 支持她 做个好太太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 要在外面打拼这种事情 我真的很无助 我相信一定会有男人 愿意做你的支柱 沈哥哥 你有事要忙啊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约了何小姐而已 你看吧 我还是打搅到你了 那你赶快去吧 让若兰姐姐等久了 不好 那你怎么办 安心了 我自己去打打球游游泳 很快就没事的 嗯 你跟我一起去 那怎么能行呢 我第一次去 跟你做试金石就好了 可不能真的当电动炮啊 就这么定了 热然姐姐 不好意思 我也来了 你来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看见乔小姐 我心情就特别好 真的吗 看见若兰姐姐 我也很开心 那沈哥哥 我们进去吧 若兰姐姐 你以后呢 可以叫我佳颖 好 佳颖 我们走吧 好 那沈哥哥 你怎么想到这幅画了 是杰森师的这幅呢 就是之前你带我 幻型的那位艺术家伙 这个很出名的啊 价格比这幅高出十倍 好 好 好 嗯 沈哥哥 我想先去一下洗手间 你们先慢慢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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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不太熟悉 你能不能陪我去啊 好啊 真考不懂你们女人 走吧 走 不错啊 你对我们一郎工作的解读 以及你的学历和工作经验都很好 真的 太好了 其实不瞒你说 我们这个招聘广告登了有些日子了 来的人也确实不少 但是你真的挺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那咱们接下来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喂 不是 怎么回事啊 这么点事你们都办不明白 行行行 我马上过去 那孟小姐 我上面有点事还得去处理一下 您这边呢 先转一转 等我回来 咱们谈谈这个具体的职位的问题 没有问题 我有空 特别有空 好 那行 太好了 您就先转一转 顺便也熟悉一下咱们一郎的环境 好不好 好 那么我先 您先去忙 好好 再见 一块钱 BT 柔南姐姐 其实我今天挺过意不去的 我今天因为跟老爸吵了一架 所以心情不太好 若南我是说 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没事 可是沈哥哥 他就是不放心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待着的 若南姐姐 你知道沈哥哥之前 见过多少女人吗 不过他们都没有你好 他们都不喜欢我跟沈哥哥待在一起 好像青梅竹马 就犯毒到醉似的 难怪你们感情那么好 原来是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的 真让人羡慕 其实也不算了 我大概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的 那个时候沈哥哥已经是个大男生了 准确地说 是沈哥哥看着我长大 而我看着他从一个阳光正开 变成了今天的冷面书呢 若南姐姐 我这日越看越觉得你好 我回去一定要和沈哥哥好好说说 让他不要老说什么 只要合适 不需要喜欢这些鬼话 我觉得 你是特别值得喜欢的一个人 在这儿也能装着你呢 你再说 这这些鬼字 就算了 这这些鬼字 鈴帆 这些鬼字 这些鬼字 不想承认是吧 拜托你看看这周围还有别人吗 捡起来啊 名人呢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孟静夏你真是一次都没有辜负过自己这个名字 我叫孟初夏沈先生沈岸是吧 您今天的这一番行为倒是辜负了您在外面的一番名 是 怎么这洒出来的可乐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奇怪 像是凝固了一样 这什么也是什么 你来 这座现代雕塑借用一个不规则机器人掉落手中可乐的瞬间 传达出机械时代的辽落孤寂 不 机器人 这明明就是一堆肺铁蹲出来的四不像 浅薄也是一种病 绝症 那这东西要多少钱啊 三 三十五万 天哪 嗯 好了好了别再翻了别再翻了想找到东西就别再翻了 不行 嗯 啊 bie 啊 啊 啊 怎么办 这好像 胸不好了吧 我上回 推他们的水果书 我已经很内疚了 这回不能再让你赔了吧 怎么办呀 我真败不起啊 我刚丢了工作 还要养孩子 我去梦想跟你当心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我真败不起 怎么办 走吧 去哪儿 跟我走啊 去哪儿 整个班啊 已经没人追了 这最近又怎么老是在逃跑 真奇怪 沈哥哥 树下 洛南 我刚才路过这边 特别偶然破念沈先生 他还跟我说你们约在这边逛呢 沈哥哥 你怎么出来了 哦 詹姆斯有文件拿来给我签 所以 他刚走 你从来不来这边的 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工作呢 我这是什么事都满不了你 不过 刚才那个工作 应该是黄了 不是说好了吗 你的工作交给我 若南姐姐 这个姐姐好眼熟啊 好像是咱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你的那个好久不见的朋友 我看也没多久吧 前阵子我刚到国内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的山地车差点被抢了 别别别别 你干啥你 干啥你啊 干啥你啊 他还记得我们两个人 那天我把你叫出来到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都清楚了 去吧 初夏 哦 你不是跟我说 一会儿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要马上去办吗 去吧 什么事啊 重要的事 你又忘了 我有事 我差点忘了 我先走了 你们 你们 拜拜 我先走了 我有事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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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走了 你还走了 你是不是以后该改口 叫你现代艺术杀手啊 你怎么跟若南一个样 把你们的快乐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有意思吗 你得了吧 你自个儿犯二 没有自个儿委屈 我看你以后 就跟你大朋友 可以弄个组合 他叫二朋友 你呀 就叫二下 我早知道就不跟你说了 我挂了 诶 等等 初夏 我跟你说 你真的 你不是跑了吗 可是一般 一郎这种地方 不都有监控的吗 对啊 应该 每一层都有吧 对啊 有监控 我 我 若南姐姐 选哥哥 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拜拜 小影子已经打发走了 有什么话说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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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初夏 其实从大学开始 就已经是好朋友了 从来没有分开过 第一次见面 他就一直守在旁边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 把你带走 对不对 你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啊 这没什么 不过恕我直言 在选择朋友的时候 你千万要擦亮眼睛 你这个餐厅真的很棒 其实刚开业的时候 我差一点就来了 你刚才说梦初夏 他并没有老公 是自己带着孩子 嗯 老公的事 完全是现场瞎编出来的 其实初夏真的很不容易 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父亲在郊区的工厂工作 后来得了足坏区 坐了轮椅 由他母亲来照顾 梦想在城里上学 所以初夏就只能一个人 承担一起照顾梦想的 全部责任了 怪不得他要到处抢男人 原来是生活压力所致 你说什么 男人啊 初夏要是有个男人照顾 就好了 他还没结婚呢 也很少谈恋爱 他把所有的经历 都投入到照顾梦想身上了 他的确令人同情 但这并不是做一些事情的理由 你说这个我真的不太明白 不过 他以前告诉过我 他对你有过几次 不太礼貌的行为 那些都是小 也不能算是小事 当然他是你的朋友 我也不方便多评论什么 我指的是另一方面 其实说到初夏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初夏 你跑哪儿 谁来找你这么半天 你找我 干嘛 咱们不是说好了 说等我回来 咱们聊聊这个职位的职业 你忙吗 你忙啊 行了 走咱上半公主播去 其实 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 你说 我刚才 刚才放这机器人打去了 卖了 卖了 你别提了 刚才我回来找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机器人 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打落了 整个变成一堆废铁推的呢 我这刚说要去调个监控物像 结果就有人打电话进来 说要订这个机器人 不对 可是刚才我 我看见你的时候那个 已经坏了 怪就怪在这儿了 这个客户啊 我估计是在我之前就看见这个坏机器人了 非说呢 能让他想起什么 小的时候玩耍的小山坡来 你说逗不逗 还说要马上就给运走 这年头啊 不懂艺术 非要雇佣风雅的人多了去 他既然说要买 那我还多闹嘴干嘛 对 是吧 对 来来来 监控录像你赶紧给我调出来 这个事虽然说咱们不追究责任 但是是谁干的必须查清楚 这个人以后就得上咱们一郎的黑名单 听见了吗 好 快去吧 对了 孟元脸 你刚才说要跟我坦白什么 没什么 我就想跟您说 我找到别的工作了 找 不是你咱们 咱以后再联系 不是 拜拜 初夏刚刚辞职 他需要一份新的工作 可是梦想现在上初三 初夏就不可能像别的年轻白领一样 全清不顾的去投入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在应聘上就遇到了很多麻烦 我父亲是大学的校长 叔叔伯伯 他们也都是学术界的人 在这样的地方给他找工作 有点不太方便 你的意思是 想让他进审市来工作 你们是大企业 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 而且 初夏这个人 做事情 认真 负责 踏实 这一点我敢保证 不客气地说 我对他是有一些意见的 我看这样 我可以让他来审市面试 但能不能通过是人力部门的事情 我不会过问的 谢谢你 总裁 东西已经运到您的办公室了 总裁 我以前跟着董事长 也见过不少艺术品 可是这一件 我不懂 我懂就行了 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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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个很好的去处吧 当然是个好去处 要能让我去审市的话 我都不去那一公司了 真的 仔细想一想 还是小公司更适合我的发挥 初夏 若南就是比我有门道 这次你必须抓住机会 审市 审市挺好的 不过太麻烦了若南 一点也不麻烦 你要再这样继续 我可真生气了 这个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 绝对不是麻烦若南 他们俩现在正好是在恋爱 帮女朋友做点事 太应该不过了 菲菲 我们没有在谈恋爱 她只不过是同意 多给我一些接触的机会而已 还有我说你们女人啊 一旦碰上喜欢的男人 身段放得比我还低 何若南 什么叫同意不同意啊 不就是个公子哥吗 在这件事情上 我完全能够理解若南 一个限量版的极品包 旁边都是虎视眈眈的女人 你怎么能指望她自己 飞到你怀里来呢 若南 没事万里长城 我们陪你走 好 初夏 你不会还在犹豫吧 这是扭扭捏捏的时候吗 失业的感觉好说吗 不好说 半个月跟半年子的 我心里没这儿没牢来 那就去呀 初夏 你不用觉得欠我人情 除了你们 我没有其他的朋友 所以 这就是你给我的 最大最好的人情 蔡理学长 初夏 你怎么不在这儿 难道是 你有把沈总的衣服弄化 那我哪还敢再来这儿啊 其实 我是过来面试的 面试 那你的意思是 你前段时间没有在上班 吗 实业好一段时间 初夏 你这就过分了 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们都是打工的 怎么好 再麻烦泰迪学长 为我操心呢 泰迪学长 你为什么也来这儿啊 我们网站 和审视集团有合作 刚探完 你快进去吧 面试迟到可是大忌啊 你也赶紧回去工作吧 小心被老板骂了 进来 总裁 这是您要的资料 想什么呢说吧 我刚才好像看见梦初夏了 就在我们的集团大楼里 是吗 总裁 难道真的是她 她可是进了我们人力不满了 正好跟你说一声 她的面试结果 你不许干涉 面试 你要让她来审视上班吗 我只是给她一个尝试的机会而已 为什么 因为梦初夏 是何小姐的好朋友 还顺利吗 泰迪学长 现在还没下班呢 你不用回去吗 我平时工作够忙的了 偶尔乔班半天 没人敢说什么 你呢 结果如何 说是回去等通知 这种大公司都不太好进 来 学长 你不应该在这儿坐车吧 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们两家住的方向不一样啊 大学的时候 咱们两个人不还是一起坐公交车 跑来跑去的吗 今天我想回回就好 找找青春的两个人 怎么 孟小姐不允许 前几天你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功劳 沾沾自己的吗 学长 当心越长就觉得自己老了 真的假的 小胖现在成见美先生了 想不到吧 同学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笑疯了 以前拒绝过她的女同学 现在各个同心聚手 那是一种 她的女人 她和她的女人 她不喜欢她 她的女人 她的女人 就是十一年了 她的女人 我又要做孟小姐 打听你现在的消息啊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看我现在 不也就是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放心了 有我呢 老公 今天晚上我们吃点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都想 对了 咱们家是我说了算是吧 对对对 那我想一下啊 你 学长 你猜刚才那位大姐 在心里面已经杀了我多少遍了 不管杀你多少遍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 赶快想想 让我怎么报答你 太客气了吧 这是熟悉你病情的老朋友 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干嘛呀 这一个个的表情这么奇怪 吃了含笑半天了 吃了 放假费了 睡了 这么急着把我笑了干嘛呀 干嘛 应该是有人出了什么事 没有向组织汇报吧 这 那 组织汇可以提醒呗 太底学长 今天专门把人家送回来 人家好开心的说 这也能被你们看见 看来你是不想让我们看见吗 可惜偏偏天空不作美 我今天体验下班回到家 被我逮个正着吧 真不是你们想的呀 今天我跟学长一起坐车回来 在车上有个大姐对学 有个大姐看上了太阳 学长 然后你帮着党对吗 没错 真没创意 你还不如说 你跟太底学长的胳膊 刚好被强力交 粘到一块了 难舍难分 哎呦 不是 真好 别解释了 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 这百年不遇的一刻吧 我们三个姐妹 终于都找到很好的男人了 我呢 有 现在钟夏颜有了太底学长 那 虽虽你呢 虽 不会吧 敌人这么快又出现了 看来 有人是真的需要向组织汇报一下了啊 您好 您好 我是丁飞 我约好了今天下午三点和你们周总见面 周总 找我了 我没想到周总你这么年轻 你好 我是丁飞 你好 丁飞 对啊 我是MT公司的销售副总监 我们俩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弄错了 你找的应该是我们大周总 我那是设计部的总监 也姓周 我叫周麦 我叫丁飞 刚才说过了 不好意思 我记性不太好 周总 我咱们就下次签约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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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我跟你脸色不太好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考奖出这大腰子 给你补一步 主持人 主持人 今天面试怎么样 应该还行吧 不过听说沈氏最近是急入招聘 再等到所有人都面试急述之后 咋分析电话通知呢 好 沈氏 谢谢 你又来了 不过说实话 我也不敢保证结果会是怎样的 你的事 我的事都一样 沈氏她 她挺能琢磨的 沈氏 若南 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好 其实有些事情 无论成功与否 都是要去做的 我反而不烦心了 刚才那么多人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现在只有我了 你和泰迪学长进展得怎么样 二宫她看到的真不是事实 如果我找到了男朋友 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全世界的人 变得你们天天不来烦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和泰迪学长 还只是普通朋友吗 以后 也会一直是朋友 推广项目刚刚启动就很有效果 沈氏算是见了你的中风啊 人摊到餐厅的咖啡和餐饮 这么能有品质 在业内肯定是独书一致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锦商店 新口味的咖啡正在研发 进市场时还需要你来帮我 这是没问题 但是 我听说你们的茶饮料 据我所知 据你所知 沈氏的茶饮料投入广影响小 在市场上备受冷漏 想问我为什么不挽救 要知道盲目跟风忽略特色 是必要付出代价 某些人做出的错误决定 不该让别人替他买单 而且味道质量是食品的生命 我没那个能力去拯救 本身就平庸的产品 喂 丁小姐 太低学长吗 今天下午我们大家准备一起去唱K 你也一块来吧 初夏回去吗 当然了 梦想今天去上周末辅导班 初夏难得有空 那好 那你把确切的地点和时间发入 好好好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回去啊 拜拜 搞定 但如果初夏他不愿意来怎么办呢 那就让二鹏把他给绑了 这个梦初夏 竟然说出来 两个人以后一直是朋友这种话 真是急死我了 指望着他和泰迪学长能够自由发展 简直太冒险了 现在该是我丁眉婆出手的时候了 哎 行 还跟那个梦初夏有联系啊 何止是联系啊 还经常见面呢 你知道呢 我在国内啊也没出去 对了 前几天 他去审视面试我吗 哎 说实话 我心里倒是有点时候觉得 他是没有通过你们审视的面试就好了 这样你就能安排他进自己公司 都是老朋友嘛 帮你忙了也比较方便 哎 不要因为我的任何想法 影响了你们审视的决定 初夏这个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脾气和好 其实骨子里很缺 他可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 看起来你很了解他 不过有时候人们见到许多年前的故人 经常会被一些经年的改变吓到 所以你对一个人的了解是有时间期限的 就拿这位孟小姐来说 可能你熟悉的只是大学时代的她而已 是啊 初夏现在 这些人 越来越难以猜测他在想些什么 不过没关系 就当是重新认识一次 实际上这家伙 从来也没跟我说过 他是你的事 要是我早知道的话 就叫他一起来 他一定不喜欢来这样的场合 而且他工作那么忙 我要是想找他吃个饭 还得预约呢 各位不好意思 我又是国王 那赶快出题吧 三号和 四号 两个人热情的拥抱在一起 要求肩部胸部还有肚皮疾你的贴在一起 好不好 怎么又是我 那 谁是怎么